以简欲凡,至情至性。 我曾以为《沙滩上的安妮》2008,这部《爬书导演生命各个历程与爱恋》的作品,是安妮华达友谊的句点。 但是当她和小50多岁的街头艺术家JR合作最酷的旅伴,很高兴我做了。 年近90的安妮华达,承认自己早已是茫茫。 但生理上的退化并非她要感叹的重点,尤其影片最后这竟然成为高明至极的幽默,令人无体投地。 JR这个不肯拿掉墨镜的年轻艺术家,用摄影车载着万一华达去道梅区,码头,废墟,工厂。 她们拍照,然后输出和墙一样高大的图像,这些生活的艺术改变了周遭,也带给人们奇妙的变化。 表面上开车,拍照,输出,图墙的,都是JR和她的团队。 但是让这些冷冰冰的作品和活生生的人产生共鸣互动的,往往是老奶奶的好奇与创意。 两人不止共同创作,更有意思的是彼此相濡以沫。 两个导演的差异与相似,超越想象的契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